哈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呢我们看一下LVS这个工具啊到底是怎么用的 上一节我们是对于四代均衡啊有了一个基本的复习 有了一个认识啊 那么呢这个当前这个画面啊 它是LVS的中文官网啊 然后呢有对于LVS的一些介绍啊 那这个LVS呢 它是它的它是一个缩写啊 它的全名叫Linux Virtual Server 是Linux虚拟服务器啊 这个工具啊这个也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吧 LVS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实现一个虚拟的服务器集群系统 能够让你在这个Linux以及Unix平台下 实现服务器的负载均衡集群的功能 这个LVS呢 它是来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基本的介绍啊 好有背景介绍啊 它呢是由张文松博士啊 在98年的时候就开发出了这个项目啊 LVS技术 它呢也算是中国这个最早出现的开源软件之一啊 它这个Linux啊从LVS这个技术从Linux2.4内核开始啊就已经加入到了官方内核当中并且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应用啊LVS呢非常之厉害啊也非常之强大 那么呢当然了我们现在更多的中小型公司啊也会使用Ngix去操作啊 因为Ngix呢它的叫可控制性更强 并且配置也很简单 对于LVS呢一般呀都是用在大型的大规模的这个流量调度上会使用LVS技术明白吧 简单一句话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当你的网站并发信你的网站叫日PV啊UV量已经非常之大达到Ngix的一个上限啊 这个时候你再去考虑使用LVS明白 这么说这个日PV啊在1000万以内啊你都可以使用NgixPV啊同学们PV只是PageView页面浏览次数啊 你的日PV在1000万以内都可以使用Ngix超过1000万以上啊或者说并发数在并发数在1万以上 那么你就得考虑LVS了啊对于大型的盟户网站电商网站 他们呢都是把LVS和Ngix啊结合起来使用的OK吧 那么来大家看一下啊 LVS和Ngix的一个比较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负载均衡和反向代理这种特点区别以外 我们看一下这些呢都算是面试需要所备需要备需要记的东西 LVS它的特点呢是基于四层网络协议的啊四层网络是不是就是定位到IP和端口呀 对吧那你看Ngix的负载均衡特点是什么呀 工作在七层之上工作在应用层那应用层是不是就对应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的HTTP啊 对应到HTTP那就表明我会针对这个网站的UIL来进行一个把控明白啊 那比如说UIL的这个转发UIL的判断啊这个权限控制等等啊这是第一个区别啊那LVS呢他基本上那他是工作在四层的只只要求你的服务器啊这个硬件网卡能够互相通信那么就能够使用LVS 因为他是基于IP加端口来工作的明白LVS的特点呢除了优点和缺点缺点就是配置性比较低啊他呢怎么说这个配置性啊一个是没有太多可配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可玩的花样比较少啊但是呢这个也算是一个优点因为花样少那么出错的几率也少明白啊好LVS呢应用范围比较广不单是web复带均衡 以及其他各种软件比如说数据库的负责均衡也会使用到LVS和他做一个结合啊那么LVS架构中啊存在VIP的理念啊VIP就是虚拟IP virtualIP因此呢当服务器集群需要用LVS做负责均衡的时候需要多申请一个IP用来做虚拟IP明白啊好了那么NGX负责均衡的特点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档就OK了咱们不多说了 然后呢在实际的工作场景下LVS呢一般也会和Keepalive的做结合为什么呀因为LVS集群啊使用了一个VIP啊那缺点是什么呀缺点还不还是LVS故障的时候该怎么办呀我们不能让就是比如说我RealServer工作的节点有三台LVS就一台那么这LVS挂了呢该怎么办呀是不是啊 因此我们还是要去使用两个机器至少一个主LVS一个备用LVS结合Keepalive的来实现高可用高性能可伸缩性的这个服务器负载均衡架构明白吧好了 然后LVS的原理呢它主要是Linux的内核模块啊它的防火墙模块啊IPVS这个内核模块和这个对应的应用程序IPVIPVSADM这个命令呢主要是来设置LVS的运行的明白吧那像这个IPVS呢 它就是主要负负责IP负载均衡的我们这个IPTables防火墙啊等等也是基于这个模块来实现流量的这个控制的明白吧好了那LVS的基本讲解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是L叫什么呀我们刚才提及到的这个IPVS是吧叫IP虚拟服务器啊主要负责IP的负载均衡 啥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IPVS的工作原理啊是当用户的这个请求报纹啊还记得我们那个HTTP的四次握手啊叫三次握手四次挥手对吧当这个SYN用户请求报纹到达的时候呢LVS啊就会选择后端的一台服务器把这个请求呢给它直接转发过去啊然后呢在此之后所有包含了 相同的IP加端口这些报纹信息的数据包啊都会呃转发到对应的这个Rare Server上啊这个基于IP加端口的网络级别啊转发效率是最高的啊然后呢呃我们这个LVS啊无需安装我们LVS这个工具呢啊就是LVS啊这个我们想要利用LVS实现负载均衡我们只需要安装这个IPVS LVS ADM这个命令行工具就OK了啊它呢主要是实现LVS效果的啊下一节我们看一下有关LVS的调度方式好吧